很高興大家來參加今天的 OpenEdge and TinyML的一層鬼 我是一層鬼的負責人 也是Edge AI Taiwan FB社群的負責人 如果對我們今天講的內容有興趣 或者是對OpenEdge OpenEdge AI跟 TinyML有興趣的 我們掃壓旁邊的QR Code 可以連結到FB社群那邊 上面有很多資料可以分享 我們今天很高興邀請到Odin Odin他不僅是我們ARM這邊的一個專家 同時也是一個很好的好爸爸 然後他們都會帶著小朋友去寫Coding 然後去做很多社區公益的事情 今天也幫我們介紹了這個應該是最新的 台面上現在更看不太到這些資料 算是我們在 TinyML 或者是相來的Edge AI上面 一個很重要的技術 我們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就請Odin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謝謝 好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Odin 我今天是以個人的身分來做這個 presentation 剛才我亂了一圈 我發現取名字很重要 如果你的題目名字不是太炫的話 大家可能會有些搞不清楚在做什麼 那我現在很快的說明一下為什麼我今天要來 就是Jack他讓Edge AI的社團 其實我發現台灣有非常多的partners有興趣 那我個人有在study這個部分 那我想說其實除了從商業的角度 其實我們可以從一個更廣的這個開源的角度來看說 On怎麼跟大家做合作 那這邊要介紹一個叫Tosta 它其實是一個open source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個spec 那這個spec是沒有任何的商業行為的 那這個所以我覺得很適合在Costa上介紹 那在介紹過程中有任何問題的話 大家可以舉手我們可以一起做討論 好 我是誰 那我是我在工作室做業務 現在做業務開發 然後我其實做蠻多Edge AI的一些開發的一些的project 然後我在一開始我是做這個架構分析 然後現在也有做一些cloud-negative的computing 那這都是一個算是 其實都跟open source非常有關係 那另外就是說 大家看這個TanyML TanyML在台灣其實是有個組織 但是其實我們沒有那麼多做一個localize 我們大概都是做gobal 像是在歐洲、美國 然後跟在日本、韓國 我們都有一些組織 那在台灣我是co-founder 那另外就是剛才Jack有說 因為我認為資訊教育對現在小朋友很重要 所以我在自己有run一個團隊 是專門做偏鄉的城市教育 那我們用到的這個processor也是非常的簡單 那這禮拜一我才剛教了幾個國中小學生 國中學生怎麼用一些pico去做一些machine learning 其實跟剛才so sorry介紹非常類似 那我覺得就是去inspire這個小朋友說 其實machine learning 跟大家的距離沒有那麼的遙遠 好 首先我要想說一個破題是說 這個 這個 紐約時報說這個AI here, there everywhere 就是到處都在講AI 我們這裡有很多track 都是講什麼machine learning 啊 那個醫療啊 或者是各方面 像甚至我剛才看到ORAN 就是這個5G的ORAN也在講machine learning 所以非常多的領域都在講machine learning 那另外就是google 然後Io的submitius提到就是說 這個各式各樣的search 啊 Gmail他都需要用到AI 那這也是一個限學嘛 好像沒有這個東西就 感覺就有點落後了 那另外就是這個 今年computest最火紅的這個公司 他們也說他們的這個很多的AI 好像生成式網路啊什麼的 那另外就是另外一個8G war就是這個嘛 就是chall gpt 現在什麼東西都要chall gpt 以下 那就是 其實我今天的這個uptrack 也是chall gpt 把我寫的 就是我就是 慢慢跟你的這個工作已經密不可分了 所以我們大家都應該同意就是 AI已經發展到 現在已經在AI的世代 然後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有AI 但是AI就是有兩個最general的turn 我想剛才那個so-story 應該有大概跟大家帶到 就是training跟inference 那training就是所謂的就是訓練嘛 那它可能是很多很多的模型 data set 然後用各式各樣這個data science 想開發出來的方法去做很多的這個訓練 然後不斷地做優化 那其實它非常的power hungry 其實它這個需要的這個power啊 那就是什麼啊 像現在還是nvidia 它出很多的這個硬體 就是在滿足這個training的需求 那這樣的需求跟另外一個是不一樣的取向就是inference 所謂的inference就是我們可以做這個把一個roll data 透過一個已經training好的model 所以我們有產出一個結果 那在去年之前其實這樣的概念大家其實滿滿bite in的 因為就是training跟inference嘛 但是現在越來越可怕的是 連inference都有些lm的需求 所以這個又越來越複雜 那in general來講 training大概就是在cloud上面 那你可能不管是在cloud service上面 或者說你自己build件了一個server 那在這個inference 其實它大部分都是在age 或者是在device端 那這個的好處是說什麼 就是剛才SoSolar也說 其實我們就用一個respypy pickle這樣的硬體 其實就可以做一些machine learning的inference 你不需要跑一個很複雜插個電 放個帶低潤的一個embedded的架構 或是帶PC 你其實用一個非常lightweight的一個device 就可以做inference 那為什麼我認為AI會moved into the edge 因為有很多的原因嘛 第一個ban width 現在的這個很多training data 很多的data 其實越來越大 假設你今天是一個surveillance camera 如果說你是streaming的 你把所有的data都把它upstream到server上面 其實這個eff非常大 你對ban width的要求非常多 那另外就是power consumption 現在ESG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都說缺點缺點 那如果你用到太多的server上面的computing power 其實是非常耗電的 那成本這不用說 就是說 假設我用pico可以做 那為什麼要去server做 或者用一台laptop去做 那latency跟reliability跟security 它其實就講的是說 這個延遲那麼長 你如果放到server上 可能跟一個網路狀況有關係 甚至一個很重要的題目就是privacy 就是你的這個隱私啊 你不需要你家裡 像我前幾天遇到一個partner 他就說他很想要在電視這個市場中加些些手勢辨識 這個需求我大概停了五年了吧 但是從來沒有發生過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不希望你家裡的電視會一直看著你在幹嘛 可是這好像又是一個很需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那天跟一個partner聊 他說那我不要坐在電視的這個panel上面 我坐在remote controller上面可不可以 因為remote controller一般都是放在沙發上 或者坐在桌上 他其實是往上造的 那他比較沒有privacy的問題 那我對他揮手勢啊或做什麼 是不是比較沒有這麼privacy的問題 那或者是說我今天不要用RGB sensor 我是用一個其他類型的IR sensor 或怎麼樣可以避免這些問題 所以在deploy這個AI在Edge上面 其實privacy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concent的點 OK 那各位這個 因為業界世界世界世界開源的夥伴 如果任何問題請隨時舉手這樣 好 所以我們剛才提到說 它AI是transformation有很多的事情 那剛才提到像電視 然後像surveillance camera 然後像是一些語音助理 然後很多很多的自駕車 然後現在有個 今年開始很多人提的就是 無人商店 或者是那個自動運送食物的 那種deliverable的robotics 其實它都是一個 把AI放到Edge端的一個表現 好 但是有很多的挑戰 那為什麼 就是剛才提到第一個 就是說 剛才 so sorry 有提到就是說 它用的是一套 某一家 某一家 算是AI solution house 提供的一個方案 它可以把AI deploy到device上面 但是有這樣方案的公司 其實是非常多的 就是有ABC三家 甚至不同的cloud service provider 它都有自己的framework 所以從AI framework的角度來講 其實是非常fragment的 就是說假設我今天從A這個平台 tuning好的model 但是我要去deploy在另外一個 不是這個ecosystem裡面的硬體 其實是非常serve的 那 這就是一個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Edge AI 能不能起來的一個很大的挑戰 就是 左邊這邊的framework的fragmentation 就是它的這個破碎化 分割化 那 大部分的framework 它在乎的是說 我要怎麼把我自己的 或者說跟我最close的這個highway架構做optimization 這是make sense的 因為你要你的軟體 你的framework 要跟你的硬體最佳式配化 所以它會很多很多的特殊的一個方案 特殊的一些設計 讓它可以彼此之間結合非常的緊密 但是就是失去了這個彈性度 所以這都是always是tride off 就是說你中特化型的硬體 但是你就會喪失了這個一致性這樣 所以這是第一個挑戰 第二個挑戰就是computing嘛 就是我相信大部分大概都是software engineer為主 我們從來沒有一個問題是說 這個computing power太多太好了我用不到 大家問題是想盡辦法把更多的演算法 更多的machine learning的model塞進去 所以always遇到的問題是說 今天這顆晶片或這個硬體出來的前半年 大家都覺得嗯效能不錯 但是半年之後每個人都說這個效能不夠用 因為你會放更複雜的東西上去 你的DRAM可能不夠 你的這個CPU可能可能跑不開動這樣子 所以computing上面我們看到就是說 很多的這個critical的operation 就是運算值沒有辦法被優化 因為運算值會持續不停的迭代 然後另外就是說 如果大家去關注現在的像是手機 或者像是一些比較advanced的soc架構 其實它裡面放的這個computing block 是越放越複雜 它可能不是只有一個CPU 它可能有CPU、GPU 它可能有DSP 它可能有Ocelator 它可能有什麼什麼各式各樣特化型的硬體 那這麼複雜的一個soc架構 它有這麼多的abcd不同的component 它要怎麼去達到這個最佳化 computing的最佳化 其實這也是一個現在在產業界 或者是在這個industrial 大家要非常重視的話題 那第三個就是資料 我們一定要有資料 但是資料就是代表它需要做很多的re-write存取 那你要怎麼去做很好的壓縮 或者是你要怎麼去讓它的這個資料的搬動 是非常的智慧化的 那這也是需要很多的討論 所以我這邊列舉了我認為Age AI要deployment 變成一個大家都能夠使用現在遇到的三大挑戰 就是第一個這個framework fragmentation 第二個就是computing requirement 第三個就是data movement 那有了這個挑戰之後 我們進來看每一個segment 我先看手機 因為我想大家的手機 現在基本上都有一些AI的功能在哪 有些是連到雲端 有些是在Age端做 那需求是來自於什麼 左半邊我們說的就是image quality enhancement 就是說不管是照相啊 或者是你在修圖啊 其實有很多的這個 很多的這種 argon 或者很多的application 都在用AI去做這個優化 那另外就是自然 就是這個neolanguage的prostation 就是你怎麼就在對話啊 那不只是keywordspot 你還可以跟他講一些一段句子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gaming嘛 大家的gaming啊 你怎麼用AI去做enhancement啊 raytracing啊 那另外就是sepati的app 現在很多app也都說它有一些AI的功能 所以這個底面是在手機上面是非常的強的 它未必是 弄到非常low power的device上面 但是它這個需求其實也是一直一直在增加的 那這邊用一張圖說明一下 大概這個architecture上面大概就是有 CPU GPU NPU Ocelator DLA 之類 DSP 這樣的架構它其實是架構上是非常多不同的computing 會針對不同的應用場景去做運算 但是它的challenge來自什麼 就是說 不同家的手機晶片它都有一些propatory的sdk 它有它自己的一些開發套件 AE晶片公司 B晶片公司 C晶片公司 它都有自己的AI development kit 今天身為一個sepati的一個AI的application的provider 我可能在這個手機我要寫一套 在第二個類型的手機要寫一套 或者第三個手機要寫一套 那特別是在中國 中國很多很多的這個AI的這種軟體公司 那這對它來講是說這個effer就非常大 所以大家選擇怎麼做 就是我就用最common的部分去做machine learning 那就是用CPU 可是問題是CPU是跑machine learning 最沒有效率的一個instance 以目前來說 那就變成說 我知道我有很多的硬體的這個hardway的這個能力 但是因為軟體商它只能用CPU 所以導致大家看起來效能不好 除非說 舉例來說桑湯 它針對某一家晶片公司的DSP 或者是它的這個AI oscillator去做優化 你才能達到 剛才說的這個使用者的體驗 但是很可能一年之後 手機公司又出了一個新的平台 它就要重新再port一次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常常看到什麼 有些手機商它會宣稱它的AI performance 是分數是怎麼樣 但是從另外的user的論壇 它會說這個AI效能怎麼樣 就是有好跟壞的差別 就是說你可能可以用一些測試工具 或者用一些特化型的一些優化 讓這個AI的performance的benchmark跑得很好 但是使用者體驗來自於這個sirparty的application 其實是未必能夠達到一樣的優化 那下午Skymaster也會分享一下 他們在這個部分做的 欸上午會分享他們做的東西 那另外就是 剛才提到就是 這個系統層級的優化 如果我們只嘗到說 在這個CPU或這個GPU上的優化 其實你沒有全局思考 你沒有思考到說 它跟Bus的related 它跟其他DRAM的related 所以在手機上面 我們看一下要打deploy AI 其實最大的挑戰就是來自於說 不同型態的specialized compute 你怎麼去對它做最大的優化 而且是讓sirparty的application都能夠採用 那在車用欸 車用也是一個顯學 像我的車子 它有一些Label 2的功能 它可以去判斷說 這個前面是不是有車子啊 或者說我現在是要加速 或者說 我現在是不是要做一些什麼預警的動作 我是不是在打瞌睡什麼的 所以車子上面導入AI也是一個顯學 但是你可以把手機這個平台 把它想像成更複雜的 把這個自駕車的平台 想像一個更複雜的手機 它需要的效能更高 這個for sure 因為你要看的input 這個手機可能只有一個或兩個鏡頭 但是一台車子可能有六個鏡頭 或八個鏡頭 所以它需要的這個data的資料 input raw data的資料的throughput 又要更高 但是不只這個 其實車子跟消費性電子產品 都要做f-knowing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有沒有人知道是什麼 差別是什麼 假設你這個用那個C810 你去辨識一張圖 在手機上辨識錯了 就是錯了 但是如果是在一台車子上面 它在跑在路上的時候 它辨識錯了會怎麼樣 那就不是太有趣 就是之前那個 就美國的一家 就是Tesla 它就遇到了一些問題 就是說它辨識到底是光 還是它是一個貨櫃 所以在自駕車裡面 其實一個很重要就是safety 就是安全性 不管是功能安全 或者是資料安全 所以我認為在AI 在車子上面遇到 就說你要符合一些 現在已經變成是mandatory的一些法規 ISO 26262 或者是更進一步的是Cyber Security 然後這兩個都是現在 我覺得現在業界常常被討論的標準 甚至更多就是有一個叫Softed 就是2148 那為什麼要特別來講 就是我們用邏輯的思考來看 就是說 Functional Safety的概念是說 我 人 試著在設計的前端 去把所有可能預知的問題 做一些分析 跟 找到方案 去避免它 那我的結果是說 我可以在發生問題的時候 發一些alert 通知 driver說 不行了 你現在要趕快takeover了 因為你快要撞到東西了 那以Functional Safety來講 它就是完成它的目標 但是如果是台自駕車 你發alert也沒用 因為沒有人去take care of this action 所以 我認為這個東西 Softed 就是在自駕車的Functional Safety 會是一個顯學 那如果這邊有準備要進入產業 或者是對車用產業有興趣 如果你的專長是AI的話 我會很建議你去了解一下這個Spec 去了解一下說 這個對未來產業的變化是什麼 所以在車用上面 第一個就是安全 跟這個Safety跟Security很重要 第二個就是這個Softed 也是一個未來的趨勢挑戰 好 那回到今天的重點 就是 那在這個IoT 那剛才So Sorry有講 就是IoT其實從IoT到AIoT 這個GNN裡面 其實就是把更多的Machine NIN帶進去 那Tining Mio 其實現在是一個 一個大家很GENERAL的Tine 那我這邊給的建議 給的一個 一個Defination 就是它小於1MW 在Inference的時候 它花的這個1MW的 這個Power Consumption下面 那它的特色就是說 它 Low Power Low Memory 跟Low Computing 感覺好像很Low對不對 但是就是因為Low才厲害 如果你能夠在這麼 這麼Efficiency的情況之下 你可以把訓練做完 其實就是它的強項 那在業界上面 我們現在聽到很多什麼 什麼Edge Camera 什麼Edge Voice 要Edge Sensor 其實講的就是這樣的概念 那這個幾年前 我去 不是幾年前 就是從幾年前開始 當我去跟大家講 智能冰箱 大家覺得說 你在發什麼神經病 但是現在你去 燦坤 你去看所有的電視 他都跟你說是AI電視 什麼AI 什麼 AI電鍋 什麼 AI微波爐 大家都講AI 為什麼 因為他只是把一些 這個Machine Learning的概念 放在那個電子裝置裡面 他整個這個 就高大上了起來 就是你會覺得 好像很厲害這樣子 那 最近 最近有一些 有一些硬體害是說 我用AI偵測 這個 那個寵物飼料機 我可以知道說 他是哪一隻寵物 或者他的什麼 聲音的狀 從他的聲音去判斷 他現在是高興不高興 之類的 就是他有很多 想像的空間 那 所以我們認為這是非常有趣的市場 而且 其實他跟 Costcap的精神很像 就是說 我們會有非常多的開發者 他會在一個 環 在這個 ecosystem裡面去做各式各樣不同的差異化 那 開源就是非常重要 那 Challenge來自什麼 就是 其實剛才有大概提到就是說 模型會越來越大 大家總共說 我現在可以做到 90%的精準度 我可以做到95% 以Data Science的角度來講 可以啊 我就 就把那個 model training再複雜一點 但是對 embedded developer來講 哇 這可能他的 memory footprint是5倍10倍大 這個 Jack非常清楚 就是 你要怎麼去 在這個有限的資源中去 不斷的把你的 這個精準度變大 但是不要增加額外成本 那另外就是 像是一些 你怎麼去讓他的 influence 效能變好 原本你之前的是 每秒做一張 influence 但是因為 使用者的場域的變換 現在我要變是5個 從1個frame rack 到5個frame rack 那他 需要的computing是5倍嗎 或者是 也要怎麼去 達到他 那這也是一個挑戰 所以有非常多挑戰 那 那一天我做完這個slide 我想說好像 嗯 好像 還要一點時間才能夠 達到我們想像中的 就是 AI Everywhere 的這個 這個 這個產業的狀況 所以 我 我大概從 2019年 我開始看這個 HAI 就是這個 就是 Machine Learning Inference 在H端 其實 感覺上 這個進展有點慢 好像 2019大概的status 大概就是這樣 這幾年好像 只是大家把那個 Haiway的算力有提升 大家把SoC的規格變高 但是其實這個 非常foundation的這些問題 還是存在 那我舉一個在AGEI場 遇到的一個case 那我看到一篇文章 這邊有它的reference 就是它叫做 就是 New Network Sandwich 就是 類神經網路的三明治 那 這邊可以看到是說 假設我有 再一個MCU好了 我有兩個instance 有一個是 General Purpose的instance 一個是 特化型的instance 藍色的部分 可以看到是 它在Active下 它執行的演算法 那 假設是一個 Voice相關的 它可能要做 Voice Noise Cancellation 它可能做 冰封靡 然後做 Keyword Spotting 它可能要做 ASR 然後最後再做 Playback 那有這麼多task 在做 Voice Wake Up 或者 Audio相關的 Machine Learning 其實我們去 Break Down看起來 ASR可能用 Machine Learning 來做 但其他部分 可能跟 New Network 沒有關係 它就是一般的傳統的 這種 福利業轉換 或者是一般的 這種Data處理 就是Data Processing 所以 當我們一直講說 在A級端要做AI 做AI 我們不要把 我們的Machine 一直想要說 怎麼把New Network 做得很好 而是實際上 它的Pre-Possessing 跟Post-Possessing 都跟 Lessence網路沒有關係 那當然是 Depends on Depends on 它的Use Case 有的時候會 它就是像 我最常舉的例 就是Super Resolution 它大部分 就是在做New Network 但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其他的Pre-Possession 跟Post-Possession 也是要去被關注的點 OK 好 那我要加速了 好 那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我講這麼慢 那 所以說咧 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說 剛才提到就是說 問題代理就是說 AI的Designer 他覺得說 我的AI超強 我哪一種型態的Edge 會不會去 deploy到裝置上面 那 他會說 我到底用了 我到底 中端的 Memory bandwidth 跟Capacity 是怎麼樣 但是這位 Fenware engineer 或是SOE designer 它在乎的是說 就是說你的Model 跟我的這個 硬體的關聯性 有過高 我會不會 我的這個Specialized 的Hardware 是不是沒辦法 支援你的這個Model 好 那我們直接看 我今天的重點 就是說 假設我今天有一個Model 展在這邊 OK 他在做 Convolution 然後做 Reshape 然後做Soft Max 假設我可以把它拆解成 右邊這樣的做法 就是說 我把它的這個 這個 就是 我把它的這個 Soft Max 把它切成 更小的operator 去執行的話 會達到怎麼樣的效果 它的結果會是一樣 但是我可以把不同不同的 這個component 把它把它變成 切分的更小 那有點像是 ISAR的概念 就是我可以把一個operator 把它切成 變小的這個 intrusion的code 那有這樣的做法之後 我假設把它切分的更細的話 我就可以定義出一個更 完整 更精簡的一個指令集 所以就是TOSA 那TOSA它是一個 open source spec 你可以在這邊可以follow up 那它就是把這些 TensorFlow的operator 把它切換成更小的這個element 那你有這樣element之後 為什麼可以解決我剛剛說的問題 我們直接看 第一個 我可以給它一些標準化 我可以把各家framework的 machinery operation 做成標準化 我定義了它的input output 我定義它的function 你只要follow這個function 你就可以設計出 跟別人compatible的硬體 或者是不一定硬體 可能你的compiler 或者你的framework 那第二個就是你有這個portability 那第二個就是你有這個portability 假設你今天的硬體 假設你今天的solution 是這個TOSA compatible 在這個iSA 類似iSA的這個加油下面 你不管是在不同的硬體上面 你只要是compatible TOSA的話 其實是可以無縫接軌的 那再來就是說 甚至你不同的framework 我們有一些 就是在open source上面提供一些tracker 你可以用這個tracker去track 說你的這個framework 是不是支援TOSA 那有支援TOSA的話 你就可以放心大膽地去使用它 那這邊舉個例子好了 假設今天有一個就是 一路的這個operation 在TOSA上面它就可以被implement成 跟右半邊的這些operation 那implement完之後 你就可以很容易地去結合在你的硬體 或者說你的這個軟體的framework上面 因為時間關係可能我要快一點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它compose出來 就是我們component 那這個component有哪些 就是第一個會有spec 那這個是open source 你直接上這個網在上面就可以看到 它有這個不同版本的spec 然後MLIR 它在Github上面 也有一些MLIR 用它去實作的 那另外就是有一個compliance 的tracker 的utility 你也可以用這個utility去track 不管是你的軟體 你的硬體 或者是你的一些 middleware 所以它可以幫助什麼 假設你是一個軟體開發商 你可以用它去track 你的這個上程演算法 上程這個neon network 是不是compatible with TOSA 那你是機面公司 你可以based on TOSA 去設計出你的DLA 你的GPU 你的CPU 那如果是這個硬體 硬體的manufactured house 你也可以去確認說 你的這個硬體是不是compatible with TOSA 然後當然compiler 也可以支援它 好 所以就是這邊是一個很快的reference 大家可以 會後我們會提供slide給大家 那我想我用三個很快的take away 就是我認為AGEI一定會發生 但是第二點就是我認為現在有很多的挑戰 挑戰不是來自於算力的問題 不是來自於這個model的問題 而是來自於這個fragmentation的問題 它沒有一個標準化 第三個TOSA是其中一個倡議 大家可以去follow它 那我認為在過來的一兩年之後 慢慢就會有看到一些硬體 是based on TOSA去設計 那有了這個硬體之後 慢慢一些軟體啊 一些framework都可以支援它 那希望可以解決這個碎片化的問題 那以上是我很快的分享 那不知道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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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 了解 好 好 非常好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TOSA是spec 它其實不在 它不是implementation 它其實是一個規範 那它的精準度啊 其實是來自於各家公司要去貢獻 就是假設TensorFlow 它要做這個TOSA的compatible 它就要去負責去做它的設計 那你說精準度高不高 那就要看它的花多少的資源 或者是這個的整合度 但是我想 我認為這是 在Gear上面 我看到現在的這個進展也是蠻快 那PyDoch開始也有在做 那以一個spec來講 我們就開放給大家去做implementation 那做得好不好 那做得好不好 當然就是 就像社群一樣嘛 你說你的這個Linux Kernel 做得好不好 其實就是大家持續不斷的去維護它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它是誰倡議的 的確 Un是其中一個倡議者 但是我們更 就是Un更傾向說 把它勾開出來 給大家去使用它 其實它 它就像是一個 大家在open source 看到任何的community 一樣 它就是一個開源的這樣 OK 不知道這樣有沒有回答到您的問題 不知道這樣有沒有回答到您的問題 我最主要想問差異 那個人是 目前因為大家都是主要來碼頭 因為主要來碼頭 因為主要來碼頭 要在講話現在轉下去 要看什麼還要幹嘛 那PyDoch跟Tele 那PyDoch跟Tele 那你主要差異 了解喔 就是說 您的問題是說 假設我們從TinyML這個segment來看 的確 TFLite Microcontroller 是一個主流 但是如果把剛才講的什麼 車子啊 手機啊 Server 其實還是有很多不同的framework 那 假設你今天在TinyML 有沒有 deploy的一個model Supposedly 你也可能會希望 deploy到別的segment 那 如果說在整個這個 industrial上 有一個比較公開 開放的標準 大家可以互相去reference的話 其實benefit 不只是在 Edge AI 而是 in general everything 回到剛才講的 everywhere 的概念這樣子 這是我認為 我們想要達 就是這個spec 想要達到的目的 對 是 CD 我可以補充一下 或者我猜測一下 我猜測一下 就是關於剛剛那個TensorFlow Lite 跟Tosa差別這個問題 那我不負責任的猜測 那不一定 不見得是Arm的想法 我猜是這樣 就是說TensorFlow Lite 他在設計 他那個算子的時候 可能沒有考慮到 硬體的 硬體實作的 friendly 可實作性 那Tosa 可能是想要解決這個問題 他推出 他所 他所設計出來的那些算子 他可能都有想過 將來在硬體上 是比較容易實作的 I guess 好 非常好的猜測 好 幫我再來 請我再講一個問題 第一個是 GNPota是一個問題 為什麼像 我們一場 常常會有 職業運動 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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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le 可以 所以 可以 畫さ 它有自己的一些技術策略 這個Spec有點像是開放出來給大家去reference 參考 那它會不會去影響說它一定要照做 我想就像任何的open source spec一樣 它沒有這樣的主導性 但是我認為回到我們剛才一開始看到的challenge 假設今天有個手機晶片 它就是要deploy不同類型的framework在它的手機上 它even是它現在的狀況 它是要花不同的人力去解決不同framework的差異化 那如果說有一個標準可以讓它參考的話 這就是它的一個driving force 但是會不會這樣做我不確定 因為這是一個公開的標準 你follow它你可能就上市了某些差異化 那第二個問題它跟TVM有什麼關係 其實TVM裡面其實有一些implementation 已經是把TOSA的概念放進去了 所以你可以 會後可以去看一下 這邊有一些reference 你可以看 就TVM裡面其實已經有implementation了這樣子 對這邊 就是我們已經有一些implementation 就是 上面已經有一些implementation 好 那我想 我想今天很開心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去多關注一下這個spec 謝謝大家